卡里扇,我們賀米的古名就是卡里扇 我們過去是賀山 以前是我們這個母的大宗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一個名稱叫做姿女的故鄉 那隨著時代的變化真的不太一樣 可是我看到我們館長 他們一家人非常用心 把我們傳統的產業 把它結合我們的文青的部分 那個就變得很不一樣 回到地方,過去還色大概叫腦不神蛋 這是我們賀米的地方,但是現在很多觀光客來到這邊 為什麼?他要來看卡里扇指數 他要來看我們彩虹的這個巷道 那接著他們就一點一滴的把社區慢慢整理 不過今年我很高興看到又把一些首座的青年的這個一起帶進來 這個可以豐富我們的社區的一個能量 那也可以再跟地方幾個東西再多集合 因為現在河梅有幾個點 比如說我們剛完成的我們的那個 街長宿舍 然後我們旁邊還有這個博物館 那這些都可以點線面慢慢去做串聯 變成一個輕語形的路線 那實際上我今天來看看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說我們的管線可以讓它下地 所以你們協調只要有地方可以放那個東西 我們協調台電再來把管線下地之後 你這片牆又可以做很多的一個發揮 那旁邊的一些修繩也是這樣點線面 我們一點一滴來做 還可以再去古屋那個什麼老廚的這個整修 然後把它變成更漂亮的動線 那當然這樣一條線是不太夠的 因為人多的時候拍照連擠都擠不進去 我們希望再整理更多的點點線面去做串聯 我相信這個輕旅行帶進來 你人進來了 這個爭生桑雞就進來了 年輕人就會留在地方 河美的舊名叫做談善 那過去呢是我們的這個雨傘 以及呢紡織的一個這個故鄉 那特別呢河美又是織女的一個故鄉 那從這個我們領館長回來之後 特別是當時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陳理長跟我的太太 那個淑芬理事長 他們也非常充心的在打頂我們的社區 那剛好我們領館長也回到社區 把這個卡里扇也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傳統的這個雨傘 把它變成這個文創化 讓我們的這個從卡里扇之樹 到卡里扇的向道 點點滴滴把我們的外體 跟火力整個黃色打頂得非常不一樣 那現在呢每天也都有 有非常多的觀光客 進來我們的這個河美的環色社區 那除了參觀卡里扇 現在集合了我們這個宗教 結合了我們附近的一些老屋 那現在也開始結合了一些年輕的文創 進來到我們的社區 那今天呢他們直接研發了 這樣簡單形的可以防曬的一個 這個展覽的一個這個反覆的一個帳篷 那最主要是以後 他們可以帳篷隨時的這個伸縮起來 就可以帶到各個地方 去做相關的文創的一個這個發揮 把我們卡里扇的這個傳統的東西 給它發揚寶大 我想在這邊還是要再次的 謝謝我們的社區 謝謝我們這個林館長 他們的一個用心 還有給年輕人一個很好的一個創業經歷 那未來呢彰化縣政府在18歲到15歲 有一個這個創業的一個基金的申請 也歡迎大家能夠善用 那只要上課滿30個小時提出來的方案 經過專家學者的一個這個同意 最高可以30萬元的創業基金 那一起來讓我們彰化能夠更加的有feel 一起 我的這負責 你們的負責 你們的負責 都是負責 你們的負責 我們都是負責